中国文字怎么个写法 为什么要这样写 你都明白了 他的读音 他的含义 还有意外之意 那么要不可以了 他是智慧的符号 好 男子跟女子活活那就好了 两个不活就不好了 这就叫家伙万事兴 你好啊 你看这个字都有味道 什么叫好 侯母相处就好 不侯母就不好 就坏了 你这意味多深 我再找你 在台北讲解 台中有个同学 不晓得现在还在 叫焦国宝去死 他在台中 大概认识个女朋友 想结婚 问我 写了婚信来问我 我用一个明信片 写了一个字 回答给他 就写了个婚字 你看 这边是个女 那就婚了 她 去了我这个 去到我这个字之后 她就不结婚了 我说 我的意思里还是没有搞懂 一个女人 不婚 那就对了 你就可以结婚了 见到女人 婚了就不能结了 这里两重意思在啊 吉相 立相啊 那是菩萨了 你怎么一看那个相就婚了 这中国文字的 微有趣味 那么他不结婚了 也很好 但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叫他 吉相 立相 那就是一个菩萨家庭啊 那是个好榜样啊 学佛 个人 一个人 要跟一些人 做好样子 成家了 这个家 要跟所有家庭 做好榜样 不立相 很麻烦 每个人都有执着 在天天吵架 这不是冤家 不居逃 这不是一个幸福家庭 幸福家庭 一定要忍 要让 忍让 忍让到底 双方都能忍让 这家庭后 这家庭希望 不认为 不认为 我 不认为